黑色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种称呼 中国人非常喜爱的这个色彩 而且也给黑色起了很多很多名字 我能想到的就是悬衣 悬 对 因为这个古装武打呀 那个小说 金庸小说 有的时候描述一个 黑衣人江湖大侠 对对对 有会有悬衣的这个 没错 编剧哈 写黑衣服 就是说黑衣人出现 有点low 叫悬衣 感觉不悬铁重剑 中场人物出现了 的感觉那种叹叹叹叹 然后在竹林里掀起一片风 悬衣大侠就这种 所以黑现在有悬 我能想到一个 在这个比较少见 咱们贵州省的简称叫钱 钱这个字 它是一个黑字边对吧 但这个字在中国古时候 也是黑的一种别称 它也是用来形容黑的 但是为什么当初 会选择这个前作 咱们贵州 地区一个简称 是因为整个贵州的 少数民族地区 他们的少数民族服饰 偏好黑色 其实比如说 如果我们想到云南的 少数民族 我们想到的是这种 五彩斑斓 对对对 彩云之南 非常的鲜艳 对 但是咱们贵州呢 它恰恰偏一种黑色 因为贵州地区 认为黑是大地的颜色 是泥土的颜色 是大地母亲的颜色 也寄托了他们的一种 对大地的热爱 这很有意思 钱这个字 对 还有很多啊 乌 乌鸡 乌鸡我们这样提到 其实黑色的意思 乌云 黑云 梨其实也是 在中国古时候 这也很有趣 梨明的梨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把这个 最黑的 由黑到明 没错 最黑的黑暗 就在那一抹光明之前 还有墨 墨 对 水墨丹青 对对对 墨那更是常见 黑的土 对 黑土 对 你看黑在中国古时候 真的是五彩斑斓的黑 就是名字上 就跟今天的衣服似的 我今天一看到你的衣服 我就在想 五彩斑斓 这就是五彩斑斓的黑 彩色 标志了 请不吝点赞 Bacon